黃翠魚這日出席攀任中心發佈會 還即場學斬雞技巧 姓名做人妻的翠魚BB 為了維持良好的夫妻關係 還報名學中西餐 煮幾道給蕭靜南吃 那平時你又煮什麼呢? 有的 少一點 我之前煮過湯她覺得OK 她說也不錯 像她媽媽煮的 煮的有一個簡單湯的味道 那我做的早餐 我自己研發了這個 黑松露炒雞蛋半生熟方法 她說OK的 另外還有 我做了一個意粉 其實我全部都是拿同一個醬 都是黑松露醬不斷混 她說也很香的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但她還說會下廚煮大餐 我希望我可以煮到飯 對 因為坦白說 我們不是很需求物質的人 但如果你可以煮到一頓飯 其實是 我覺得是很大的成就 其實她經常提到 有些菜他很想吃的 我很希望那一天可以煮到 對 對 我要靠小三 我希望曹永廉可以幫我買菜 如果那一天 又不是的 買菜而已 如果可以煮到那一天 如果可以煮到收 可以回到去 立即住 我也要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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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